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生命会为自己找出口 但在漫长生命的过程中 总难免会遇到些完全超乎自己年龄 智慧和能力足以面对的悲欢离合与游戏人间 而这些撒遍生活中难以抹灭或忘怀的点 现 面的残骸 经常是被压缩或遗弃在现实中 更实际 重要或优先的生活顺序的冷功里 似乎除了你自己在乎或愿意去珍惜它 它们仿佛就是不曾存在过的空气 因此我决定写这本书 它的内容既不属于专业的应用 又不符合时下流行的市场需求 只是一些生命中早已被忽略或遗漏的生活琐碎的记忆 虽然对读者而言或许没有太大的震撼或感动力 但对我而言却是从生命的轨迹中去挖掘出最纯真的故事来分享 而且每则故事多少都留着不同时代价值判断的余温 尤其人活得愈老愈有时间自我省私 很多人都会问我如何保持乐观与幽默的生活态度 事实上我的一生跟绝大多数人一样 也都是在跌跌撞撞中自寻平衡点 然后再跨越前进 这本著作中包括了我从小因名字而遭霸凌 以及因长了一张老气的脸而无故被消遣 甚至因性格决定命运而在不同年龄发生连连出错的荒唐故事 既然生活没有范本就像人世间的是非对错 也没有绝对的天平 才发现自己竟然轮回在西方的莫非定律 总之会错的总是会错和东方的传道桥头自然值 无必启人忧天的这些了然的概念而不自觉 相对地有多少的庶民 也都是用着宽容的哲理来体谅生活的难处 生命处处是关卡 而每个关卡的背后都藏有一副心锁 要解码的须多用心 也唯有活到老学到老 你才能有够多的故事娓娓到来 这是一本看了会让你捧腹大笑 继而沉思 领悟其中的人生智慧 甚至于留下感动眼泪的书 除了黄月虽台湾没有人写得出这种文章 苦灵自由作家 每次见到我 他都会筛给我一些零食 好像我是他未成年小弟弟那样 每次谈到婚姻议题 他就会跟我说 他很支持我的想法 但有一点他不同意 他不会劝人家离婚 在节目上 好多人都说喜欢看我跟黄老师斗嘴骨 但他私底下可是到处说我的好话 他的基金会并没有因为他的好人员而获利 关于募款 根本不及他花出去的速度 是个很穷的基金会 所以这本书是这样的侠义心肠写出来的 我的黄月虽老师的年度力作 许常德资深音乐人 作词人 我参加黄月虽老师嫁女儿的婚礼 婚礼由黄老师自己主持 参加那么多嫁娶 没有人这样干的 哪有主婚人兼做主持人的 婚礼现场爆桌 宾客五湖四海 黄老师他曾住菲律宾 女儿又在ICRT服务 女婿是百种人 所以他英语 国语 台语三声代 讲了很多黄色笑话 逗得全场花枝烂战 哄堂大笑 毫无冷场 其实他有皇后之称 但并不粗俗 黄月虽嫁女儿这种场合 政界大佬谁赶不来 他现场酸这些有权有脸的人 让人拍手较好 从这个角度看 某种程度 他其实是皇帝 修理人 没人敢顶嘴 没人敢顶嘴 是因为黄老师这个老党外 一直出钱出力 光出钱这个事 我的了解就超过1500万 你要知道黄月虽不是有钱人 1500万对他是天文数字 简单说 他是个侠女 惹他没好处 虽然是侠女 但他心地软得像豆腐 我三例大话新闻收掉时 来宾去参加婚礼 全部收礼 因为他知道有的来宾苦哈哈 就靠那一份收入 这个粗线条的人竟然这么细致 就更不要说他创办的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 帮忙了多少人了 黄老师的老公在菲律宾被绑架 他的人生套剧连续剧的形容词叫 巨力万钧 非我这种凡人所能体会 总之 他可能有两颗胆 我在新闻哇哇哇旁边偷偷崇拜他 郑红一作家 知名节目主持人 像黄月虽老师这样 能够欲滋身欲好看 绝不是个意外 而是性格使然 他就是现代侠女 豪爽海派 交友广阔 游戏人间 具正义感 能够正向思考 笑看人生 难怪虽运都会越过他 这本书不见尖色的哲学理论 而是平凡的生命故事 透过黄老师的生花妙笔 你会有豁然开朗的顿悟 意外的人生 其实并不意外 杨月娥资深媒体人 黄老师是我最敬重的长者 她的热情 乐观与急功好逸 不另提膝厚进的宽大胸怀 都令人十分敬佩 美美和黄老师谈天说地 都令人如沐春风 这本书写的不只是 她的人生故事 更是生活智慧 值得细细品味 中年 广资深媒体人 某天收到一通简讯 黄老师出书 邀我写推荐序 顿时之间倍感荣幸 竟然有机缘 帮我的偶像写推荐序 倍感荣烟 我开始喜欢黄老师 是在戒严时代 那是一段地下电台 比正规电台好听 党外杂志 比主流报刊 有趣时代 我喜欢黄老师 对时事分析批判 更喜欢他 以自我调侃的风趣口吻 来教导我们 对生活该有的态度 这本书 以简单诙谐的角度 教导我们 该怎样过生活 放下执着 随缘自在 人生处处有出口 很简单的故事 却有很深的哲理 是一本很值得 反复在细读的好书 谢一方知名营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